这个Netbar 搬到header 就是把它放在上面不要放在content 那怎么把它移动 其实如果你刚刚的那个 这个区块 我们来看一下Netbar 这个Netbar 它的头在这里 DIV一直下面DIV 就这一个区块 选到这个区块 你可以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header里面 那它的header是在哪里呢 header在这个 它的 它的那个DIVheader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搬到那个 这个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先按个Enter 把它搬到这个区块 那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这个小心一点 这一边DIV 一直到哪里呢 DIV结束 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header 有没有header就是 它的DIV DIVData Road是header 然后结束在哪里 结束在这里 也就是我要把它搬到这 你把它 其实把它切过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其实我只是把 这一块 有内容 有底下 搬到header里面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 特别小心一点 我其实只是把 这个区块 从这边 这个区块 有没有 把它搬到header的头 header头在哪里呢 在这边 有没有DIV 有没有Data Road 一个是放内容 OK 那如果 这个第一种方法 秀出来的 大概这样的效果 但你想说 老师那可是我不要 搬到里面 我可不可以把他感受自己好了 如果我 一样在内容里面 可是会有这种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有个方法 把他们 中间 用什么 用段落符号分开来 那怎么分开来呢 这个是 导览列 下面UL 是 Listribute 你可以在中间 Enter一下 加一个 换行 换行在 那个 网页 里面 就是一个什么 小鱼 一个P 一个大鱼 在网页里面的段落符号 就是这样子 的标签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在这边加一个段落 帮我把它上下分开来 OK那你可以看 如果加个P OK你会发现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 上面 跟下面 就分开来了 也就中间隔一个什么 隔一个P OK 那除了用P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BR 换行 是用BR 换段落的话呢 是 这个P 这个也可以啦 你没办法即时 我们看一下 换行 效果好像做出来是一样的 OK 类似有这样的效果出现 那最后的话呢 就 当然两种方式你们都可以 反正哪一个 你觉得比较OK 那你用哪一种方法 反正主要我会希望 这个APP里面一定有导览列 一定有Lacer View 至于怎么排列 还没关系 设计 工作就这样啦 反正最重要是 看得顺眼 而且 客户愿意花钱买单 就是好的设计 OK 但如果你客户不喜欢的话 反正你就要改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 做完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 换颜色 但也可以啦 UL 我讲过你可以 把他的 UL到UL 这个List View 他里面的一个Data Sink 假设你要换成 黄色的话 那你可以 黑 飞蓝银 灰黄 1 OK 那这个颜色就换掉 类似有这样的效果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当然你这边点击下去 最新消息 这边还要回 回去什么 回上一页 back 那我们好像上个礼拜讲过 你点选这个页面 这个Page整个选起来 他会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 一个标签叫什么 叫做back button 就是叫什么 Data add 有没有 Data add back btn 就是 增加 一个回去的按钮 那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True OK 即时看一下 最新消息 有没有back button 按下去 回来了 有没有 那其他的话也是一样 新书登场 add一个back button add一个back button 这个 True OK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点这边一下 然后这边再点一下True OK 那就回去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back button 颜色 怎么是这个颜色 我希望呢 换个颜色 应该是可以啦 怎么换呢 其实 如果以那个 刚刚同样的方式 你大概可以知道 add一个back button 颜色的话 基本上的话 他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back button 的 sing 有没有看到 意思是什么 你变更他 应该是ABCD 如果你要变成什么颜色 变成 黄色的 最新消息是黄色的 那你可以什么 改成1 看一下 OK 最新消息 有没有 变黄的 好所以其实这边可以改 那想说 老师那back 这个字 我希望改成 回 回上一页好了 假设啦 你希望把他改中文的话怎么办 这边不是 back button的 text文字 其实 这边可以 假设你把他要改文字的话 你就是回上一页就好了 回 当然你这边有必要放这边 back 然后 把他打字好了 回上一页 然后 页 OK 这样Enter的话 Enter Test 再切回去看一下 back 效果没进来 back 这个再看一下好了 这个回上一页我记得好像是OK的 back button 还是选 我看看选的位置 是不是啊 可能刚刚选的位置 选错了 我把他再 选择这边一下 然后呢 在这边 刚刚可能选的地方跑掉了 贴上 OK 然后呢 把他Enter一下 再试一下 即使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回上一页 效果就做出来 因为刚刚可能是 在切换的过程当中他又跑掉别的标签去了 所以这个效果呢就没有做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 大概先 先到这边好了 因为 今天的 进度 再来就是说 一 请各位先把 这个102 App 的 最后的结果 一样把它存起来 所以记得啊 因为我上礼拜好像最后忘了做一个什么 除 储存的动作 所以好像上礼拜都没存好了 把它存起来 存好之后的话呢 那今天的进度就102App 那再来的话请各位就是说 一样 今天就是交两个 第1个是 把那个这个先 加到压缩档 存起来 这ZIP 把它存这一个 所以第1个 我们要 一样就是 等于是 干脆你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刮壶好了 今天日期 2017的10月12 好这个是新的 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呢 利用同样的作用 去找一个 文学家 把 102App的这种做法 把它稍微里面内容改一下 那里面至于要有什么颜色啦 或者几个 Page 都无妨 但是我希望看到就是 一 请你在这边 一定要有个NEPA 至于你要放在这边 或放在上面 都OK 第2个呢 下面会有个清单 List View 那一样 这两个东西 是必要的 做出来我刚刚 大概有个 Sample 就长这样子啦 反正你如果喜欢 李白的话 你可以找李白 颜色 当然你这边都可以变更 黑色不喜欢 你可以把它变成别的颜色 然后底下会有 比如说4个 这个NEPA 在下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 他的相关的作品 把它列在下面 这个的话呢 等于是一个今天的变化题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 今天的话 恐怕就是要做 两个东西 一个是 102 APP 一个是 可能假设 如果你是 做那个什么 做李白的话 那你就是李白 APP 类似像这样 李白APP 然后相关的图档 反正你就放在这里面就对了 OK 那至于说 怎么样再把它变成一个APP 装在手机里 我想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 再来讲 因为 再讲下去 可能有些同学 这个 这个负荷会比较大 那 下一堂课 今天大概 就是做这两个练习 因为 那个 昨天晚上 发生一个 蛮惊悚的事情 因为 突然那个 就好